看完之后好像分成两派 一派是找好朋友 然后可能就是他们是好朋友 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知道 所以会惊喜 另外一个是找偶像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要找偶像还是好朋友 好朋友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惊喜嘛 但是 找偶像的话 看这个偶像到底有没有经常 就你的偶像啊 挂在嘴巴上面啊 那所以如果常挂在嘴巴上的偶像 他就不要吗 我觉得如果他是非常 新奇的话 他请到的话 大家会觉得 我说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你的点是 你需要大家可以感觉到 新奇跟尽量 对 大家会觉得哇怎么会请到他 你会想到谁吗 我其实都都都还 应该是朋友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怕 最怕就是 就是偶像的话 我会觉得好好好 他两边领着好了 可以唱 我一定会这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在台上就是要表演啊 你只好对就是 我知道你喜欢 我知道你喜欢陈生 陈哥 所以他一起来表演的话 你会在那边 我会 我就会 真的假的 对 你除非他见过你了之后 没关系啦 你就就是 来 来 手给我 来来 你还在这 gebe 现在 大 来 带 可能還是朋友比較好 我比較會玩得比較開 好吧 我很期待哪一天我們又有演唱會 然後我們是一個特別來的嘉賓 然後大家會說 哇 怎麼這樣子 但我最期待的事情是那個 就是 你要跟我們講嘉賓是誰 你知道我最期待什麼嗎 什麼 我最期待跟大家明天見的 完全一樂 明天見 明天是 驚喜嘉賓主持